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在台湾是吵歌不停 学生这团体他们持续是违法占领立法院 而马政府呢他也不进行驱离 最后导致有黑道背景的竹联邦大佬白狼张安乐 他率领群众出来呛下 今天的新闻广角型单元 就要从多种角度为观众解析白狼的传奇故事 替白狼张安乐他号召反反服务的群众上街头 东森新闻也全记录 发现他是在早上10点50分的时候 先到中华统一促进党部跟干部开会 在前往监察院之前 他还非常轻松地吃了午餐才出发 一副老神在在的样子 看到这个满满的反服务学生 张安乐他非常感慨地说 当年自己就是为了青春不留白才做了兄弟 就在上午的10点50分 白狼张安乐走进了中华统一促进党的党部 关起门来就先跟干部们秘密协商 下午的群众运动该怎么进行 不出了房间离开了党部 难道要去活动现场了吗 没有他去露雨 大约待了一个小时坐上了车 要去监察院了吗 并没有而是又回到了党部 这一来一回之间时间明明就已经快到了1点半 停服帽群众开始的时间 很多人正等着他现身 但是他不急 因为人是铁饭是钢 吃饱了再上 现在的时间是下午的1点30分 当大家都在想 白狼究竟在哪里 他什么时候现身 现在我告诉你 他现在位置就在他的统一出镜堂里头 吃完午饭准备要出发 确定终于要到监察院了 就在下午的1点38分 搭上了他的车 一路就开往了监察院 一下车就受到媒体的包围 大家开头的第一句话很尖锐 就是只问白狼您是黑道吗 就在护卫队的保护下 白狼一路走到了指挥车 拿起了麦克风 就对群众喊话 在指挥车上的张安乐 态度相当淡定 时而微笑 时而跟群众会着国旗 也忙着跟支持者握手 立体服貌站上第一线 看来白狼张安乐 不仅是年少不想留白 现在连66岁了也不想留白 出招淡定将是老的啦 东森新闻无意境无建议 在台北报道 白狼他率众是杠上了 占据立法院的那群 反服貌学生 他在宣传车上喊了一句 你们不配做中国人 毫不避讳地表达 自己亲中的立场 其实张安乐 他这一次会主动跳出来 力挺服貌协议 大家一点都不意外 因为他去年返台 主动向警方投案 手里还拿着 一国两制的宣传手册 还有海协会会长 陈运林他访台的时候 他也派了好几名的黑衣男子 保护陈运林的安全 所以主要跟中国大陆的议题相关 白狼张安乐 他绝对跑第一 这次白狼张安乐 力挺服貌 他开口的每一句话 都表达了他鲜明的立场 向来政治立场亲中的他 这次主动跳出来 甚至成为第一个 率重前进立法院 和反服貌学生对杠的人 其实大家并不意外 尤其去年他主动回台投案时 尽管被靠着手铐 手里也要全程拿着 一国两制的宣传手册 被台湾警方通缉的张安乐 能够安安稳稳滞留大陆 整整17年 只要认识张安乐的人 都知道他在大陆的落脚处 还有他公司的所在位置 大陆公安要逮捕他 根本不用费吹灰之力 但是大陆公安却没有这么做 他和大陆官方的关系匪浅 时间再往回推 到2008年 海协会会长陈云林 拜访孤言卓宇的时候 就有数名黑衣男子 夹杂在维安警察当中 张安乐也毫不避讳的说 这些都是他的人 基本都是我们党的同志 没有错 大概有几千人吧 在台湾 基本上有几千人 分散在不同的地方 保护应该是 我想警队署的工作做得很好的 我们呢 主要是这样子的欢迎 每次只要和中国大陆 有相关议题 白狼张安乐绝对会跳出来 这次反复冒学生 跟他立场明显对立 他当然不可能 够丁丁 毕竟张安乐的身份 永远和亲中画上等号 中国人不要你 不止到几点 这个字 恬不止止 东森新闻 组合报道